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孩子大概只有18岁左右击中了他的左胸靠近心肺的地方 所以这是致命的一击 从法律的层面来说 这个孩子的动作有没有危险 应该是有的 这个呢我可以跟大家举个例子 大家可以去我的推特看一下 我转发了一个推文 他这个推文显示的视频是发生在德克萨斯州 一个人呢他也是持一个木棍跟警察对峙 向警察挥了那个木棍之后呢 他是转身离开 注意转身离开 这个动作在法律上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也就是说如果警察说他后来追上去 开了一枪是自卫的话 实际上这个从法律的意义上是行不通的 因为当一个人转身离开的话 对后面的人是没有威胁的 但是呢我们从这个视频上看到 这个警察对于转身离开的这个人 是开了一枪 应该还是致命的一枪 但是我们知道香港的警察 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 尤其是在整个亚洲范围之内的警察评估 都是名列榜首的 也就是说他的各方面的素质都是很好的 关于这一点呢 网上有一个来自于香港的推友 他的说法也可以证实 他说的是 We never imagine Hong Kong police will truly shoot us 所以他作为一个香港人 他对于香港警察的认知 也是认为他们不太可能开真枪 另外对比这个中枪的孩子 他那天的举动 也就是挥动一个塑胶棒 如果我们去参照对比三个月以来 一些比较火爆的抗议场面的话 其实是有比他更激烈的一些动作 但是呢 香港警方那个时候都恪守了一个底线 就是不会实弹射击 所以从10月1号后来 警方他自己证实 他是在不同的场合 有总共发射了六枚实弹 所以从这个事实来看 香港的警方在10月1号 很明显他是得到了一个明确的指令 也就是他们可以实弹还击 除此之外 我注意到前两天 西方媒体采访了一位叫唐璐的 就是六四的侵略者 他也谈到当时在天门广场 先开始是有人说 说是军队开枪了 而另外一些人就说 这不可能是真的 说人民子弟V 怎么可能向学生开枪呢 但是从后续的事情来发展 他的确就是走到了这样一个 就是对于抗议者来说是生命攸关的一个转折点 我经常说政治其实很多人是把它当做一个生意来做 这样的话他的目的性就很强 在香港的这场抗议运动当中呢 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有香港的民主派 以及华人的一些推强民主派 还有美国的鹰派 美国的鹰派其实他们在很多场合都公开表露过 他们想实现的就是类似于里根政府时期 对前苏联的解体这么一个议程 除了他这个呢 是对中共 这几个政治派系其实他们在不同的场合都曾经表达过 就是他们希望能够在香港重演中共对天安门事件的镇压的场面 他们认为这样呢 就可以在国际社会掀起一个倒共的排山倒海之势 那么十一的这次枪击事件呢 显然我们可以看到是对于他们来说是如获至宝 然后中共这边呢 其实他倒是有点老神在在 为什么呢 因为香港警方后来就公开承认他们有发射实弹 并且辩解称说这是一个自卫 因为他们知道在香港的抗争当中 都是有全方位的摄像 就是收集证据 那么他们肯定也是查看了相关的证据之后 才做这个表述 更重要的是什么 他们一定是之前对警察有做很详细的交代 第一就是允许他们实弹还击 第二他们也肯定是向警方交代了 就是一定要等抗议者做出了明显的攻击动作之后 才可以还击 那香港警方在十一的这一次实弹枪击事件当中 究竟有没有问题 有而且有严重的问题 且不说那个警察他的还击是否适度 因为我们知道他已经造成了受害者致命伤 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是 三个月以来 香港警察都不曾使用过实弹 而在十一这一天 他突然把以前使用的像布袋弹或者是催泪弹 升级成致命程度风险格外高的这个实弹 他有没有向公众提前发出预警 这个呢 无论我们参照香港警方自己的做法 也就是这几个月以来 我们可以看到他在行动升级之前 一般都要打出一个颜色旗来向公众预警 或者参照国际惯例 比方说加拿大刑法也是要求警方在采取行动之前呢 一定要向公众做出明确的预警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 香港警方恐怕在这个问题上是百密一书 回过头来再说 为什么我感觉在十一的这个枪击事件上 有一些政治派系人物让人感觉 他们似乎是如获至宝 我们可以看到 黄之锋呢 他就把这个受害者一个几乎半裸的受害 躺在地面的照片 没有做任何的 就是一般我们通常对于受害者都要维护其起码的尊严 做一些模糊处理 他没有做任何诸如此类的处理 直接就把受害者这个照片呢 放在他推特并且是置顶 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 最近有一系列的相关的抗议活动推出 在美国同一天 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呢 他是发了一个推文 向中共的70周年国庆表达了一个恭贺 那他的这条推文是引起了海外的一些民运人士 以及香港的一些抗议人士的不满 我就注意到他的对手 也就是民主党派的竞选人 John Biden呢 他似乎就抓住了这个机会 发了一个推文 表达说是对香港抗议的权力支持 full support 而Joe Biden呢 他以前似乎并没有在香港反送中 这个议题上表达出太多的一个关切 所以我个人感觉这个时候 这个实际点 也就是当他看到川普总统 在这件事情上似乎没有得分的时候 他突然跳出来去得分 所以这个呢 感觉政治操作的意味太明显了 除此之外 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其他的一些政治人物 比如说是一些参议员 也都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也就是权力支持 但是对于香港抗议真正的前沿的 那些十五六岁的黑衣的死士 那些孩子们 对于他们来说 他们实际上这是否意味到 从今往后的每一次的抗争 对他们来说 这个生死的 这个风险度 都是提高了好几倍 他们有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而美国的那些政客 他们是很清楚的 因为像德克萨斯州发生的这些问题 对于美国的那些政客 尤其是很多人都是法律背景的人 来说 他们是很清楚的 也就是说 以前香港警察没有发生实弹射击 那么可能这个事情呢 可能还没有这么一个危急的高度 而现在已经发生了这样的实弹射击 而他们还是一味的表达 对于抗议的一个权力的支持 却没有向他们发出足够的警告 这在我看来是相当不负责任的一种行为 我一直认为香港抗议 它是有几个非常不同寻常的特质 让我感觉到有点细思极恐 首先是香港抗议这个主体的年龄层极低 而且是以一些弱势群体家庭的孩子为主 尤其是那些前线的勇武士 据说前一段时间我看到的 已经让我很吃惊的 说是十五六岁的孩子 昨天我看到一个推文说 里面甚至就是前线的勇武士里面 甚至有十二三岁的女孩子 而据报道 他们这些孩子 大部分都是随时都是准备赴死 也就是准备好遗嘱 这个从法律角度来说 如果他们的年龄层真的已经低到了十五六岁 甚至更低的话 他们是不具备写遗嘱这样法律文书的资质的 除了年龄层低 还有一个呢 就是似乎是来自于弱势群体家庭这样一个特质 那我昨天看到一个报道 他采访的一个前线勇武士呢 他就很瘦小 瘦小到没有哪一个头盔适合他头的大小 所以他每一次觉得都觉得头盔是累赘 所以干脆就不戴 所以像他这样一个勇武士在前线 居然没有一个头盔去保护他 另外他在谈到就是说 他是怎么被劝服出来 他说是有上一代人哭着 对他们说是上一代人把他们拖累了 说上一代人并没有站出来去做该做的事情 所以我感觉无论是年龄层低 还是这个来自于相当弱势的群体 如果他们在一个类似于传销的一个蛊惑的环境下 也就是说对方是一个有很强大的说服能力的这么一些人或团体 或者他也有很好的一个诱惑力 比方说是对于弱势群体家庭 他会不会有一些诱惑力 然后这两方面结合来促使这样一些 就是年龄层低 然后又是最弱势的家庭的孩子站出来 这个让我想起什么呢 这个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报道 他讲的是国共战争年代 也就是具体的是1946年的229会战当中 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呢 据他讲是驱赶地主家的小媳妇裸体冲在最前沿 以这种方式呢 逼退国民党的军队 所以我们现在看看香港的这个抗议 他在最前沿的也是一些年龄很小的 弱势群体家的一些瘦弱 极其瘦弱的孩子冲在最前沿 那么香港的这个抗争呢 我们知道他说是没有领导者 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 美国的鹰派的很多人 在香港抗争的一些关键点都会频频出击 或者用他们的一些外围群体 比方说一个著名的半宗教 半政治的团体近几十年来 也是在美国风生水起的 那么我们知道 美国鹰派的一个著名的代表人物 班农呢 他是美国总统川普的 他的前白宫竞选顾问 所以他在担任这个竞选顾问期间 其实最擅长的莫过于就是做舆论宣传 所以他是很懂这一套的 另外呢 我们也知道 他是把中共的一本就是超限战随身携带 所以他对里面的一些技巧 也应该是心领神会的 另外我们知道他也是长期并且频繁的接触一些 对中共内幕或者说是对中共擅长的一些手法 非常熟悉的人 所以他对中共的这样的一种碾熟和掌握 会不会也应用到他可能去操控或者是幕后掌控的一些事物当中呢 这个我想这是一个很自然而然的会产生的一个结果 说到香港前线抗议的那些死事 这让我想起我前一段时间看到的一篇报道 他是采访三位很年轻的 应该是既是抗议者 也是在海外留学的 应该家境也相当不错的三个年轻人 那记者呢就有问到他们是否有准备遗嘱这个事情 他们三个人都回答有 但是如果大家去看 因为我呢是把他们这采访的就是回答这个问题的片段 是有截取下来放在我的推特里面 待会我会把链接放在那里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熟悉微表情的朋友可以去仔细看一看 他们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 无论是他们那个回答说有 但是他的这个微表情的眼神或者是摇头 或者是在揣摩 似乎在还在构思那个 他的遗嘱的内容的那种迟疑的神情 大家从那里面能够看出什么 所以我个人感觉 在香港的这个抗议活动当中呢 他有一个口号叫做兄弟爬山各自努力 这个口号再一听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现在整个我们来看一下 似乎这一场没有任何领导者的 似乎是没有领导者 但是我感觉他恰恰是有更强大的一个外围 因为还有一个证据是什么 就是黄之锋 黄之锋的推文 我看他在7月2号 他的那时候的推文呢 比方说他发很多文字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些文字的时间点 比方说这个第二个推文是3.11分发的 第三个推文呢就是3.14分 第四个推文呢就是3.19分发的 所以他都有一个间间歇的时间点 是符合一个常态的 但是如果我们看最近这个黄之锋的推文的话 他所有的这些推文系列都是同一个时间点 12.09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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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这个现象 我之前是在普捉川普总统发系列推文的时候 也有这个现象 而且我注意到就是黄之锋 我们知道他的学历并不是很高 而他在他的最近的这个推文里面 他用到了拉丁语 所以而且整个的行文 我感觉是有相当严谨的法律背景人撰写的 不像他跟他7月份写的那个文字差得太远 也就是说从相对于7月份的文字 无论是他整个发推文完全没有滞后 完全就像一个机器同步推出 或者是一些APP软件同步推出来的 这个跟川普总统的做法是高度一致 这个我觉得是不是一个百分百的一个巧合 再往呢就是他的行文的风格 包括用一些拉丁语 这个我认为都是有了一个很明显的截然的一个反差 所以说香港这个运动看似幕后没有人 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 他似乎每一个人都被既定了角色 你家里富有的你兄弟爬山 你走的就是去美光灯下去一个比较高调 但是不会有太多危险 你家境不好的很年轻的 你就被选择做死事 所以说这是一场争取民主价值的一些美好自由平等吗 我怎么感觉到了一种生而不平等的悲哀 我已经说过很多次 我是不为任何政治势力站台的 那我今天做这个视频呢 其实仍然是感觉到就是那些在前线的年轻的 他们究竟是被选择的还是被遗弃的 也就是在人生还处在懵懵咚咚咚的这个年龄 可能就是要被懵懵咚咚的去被弄上了一个战场 而现在当中共把枪炮换成了真枪实弹的时候 他们可能会懵懵咚咚咚的就要去告别这个人士 而这一切呢是没有后悔药可以吃的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残忍的事情 而它根本跟我们之前所支持的那个主题 是完全的背道而驰 所以呢我不怕任何方面的来自任何方面的 因为我今天已经感觉到了 这是在无论是在推特或者就是网上环境 有这样一个很强大的就是在香港这个问题上 它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政治正确 不容你说任何真的但是不符合他们政治利益的话 但是我必须要说因为我是要为弱势群体发声 只要在我还能发声的时候我就会发声 好今天节目就先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拜拜